小针刀能治足根痛吗? 张平安,中医骨科诊疗康复中心,主任医师。 足根痛,它引起的原因也比较多。 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根骨高压, 由于长期的重力的积累, 根骨的骨髓水肿形成高压, 这种疼痛小针刀是不能治疗的。 但是有些疼痛,根骨刺它是可以的, 还有根腱炎,根腱炎在早期炎症的急性期 也是不适合小针刀治疗的。 但是到慢性期,炎症基本上消散, 形成了后期的粘连这些, 进行小针刀治疗是有效的。 小针刀它治疗有一定效果, 具体根据失音症的显得和病变的情况来决定,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。 足根痛主要是根骨刺, 还有根腱炎的一些慢性的粘连, 这个小针刀是比较适合, 还是达得不错的效果。 专家提示, 一,长期重力的积累, 骨髓根部的骨髓水肿形成高压, 这种疼痛小针刀不能治疗。 二,有些疼痛, 如根骨的骨刺, 小针刀是可以治疗的。 三,根腱炎在炎症的急性期, 不适合小针刀治疗, 慢性期炎症消散形成了粘连, 进行小针刀治疗是有效的。 四,小针刀的治疗有一定效果, 要根据适应症的选择和病变的情况来决定。